星期 星期 你让星期 星期 美好的一天就从 每日灵粮开始 感谢主今天我们来看诗篇23篇 我鼓励你真的要花时间把它背起来 特别是这一篇诗篇 如果你不熟的话 你真的要花时间把它背起来 常常的听 所以你可以透过我们的好好听圣经 你就一直放一直放 让你把它背起来 因为这是很经典的经文 诗篇23篇一到六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印到我走异路 我虽然行或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仗里的干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烟席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悲满意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阿们 在这个诗篇23篇一到六节里面呢 我觉得有一些地方 我觉得蛮值得你思想的 那我觉得大卫是这篇的作者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他真 因为他平常是一个牧羊人 所以他对于这一个感受 特别的深刻 神是我们的牧者 那个牧者呢 他常常带着羊 他给他引导 给他方向 给他供应 给他一切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你想想看 羊可以躺卧 好 可以在躺卧在青草地上 可以在安歇的水边 这是代表什么 很丰盛 很轻松 很开心 很愉快 你看我们的牧者 我们的神 给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生活 所以羊不需要自己去做什么 因为牧者已经带他了 第二个 他讲到第三节 他讲到 他给使我的灵魂苏醒 那个苏醒 是更多的是在讲 食物跟水的供应 好叫他的里面就有一个力量 好 然后呢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什么 义路 他引导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他一直带领我们 一条道路 所以你不需要自己去召集 好 那个义路 也可以说是一个正确的路 带着他去走 他不需要自己去担忧 去麻烦 神已经带他的走 神带他走一个义路 我虽然行过食音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帐 你的肝都安慰我 那个帐跟那个肝 好 神的帐 神的肝 你有没有发现都像牧羊人使用的 好 那帐呢 通常是挂在腰间的一个棍子 而肝呢 则是走路用的帐 好 这样你有没有比较清楚 帐 它是挂在腰间的一根棍子 而那个肝 是走路在使用的一个帐 好 神的肝 神的帐 都要来安慰我们 什么意思呢 那个本来牧羊人在用帐 好 是用来把那个野兽 赶走的 而他用肝呢 或者你可以说一个钩子 把那个走迷路的羊把它勾回来 引导回来 所以葬是比较短的 好 肝是比较长的 是一个长棍的 那个死硬的幽谷 你可以讲到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时候非常一个危险的处境 所以看似 你好像经过一个危险的处境 你不需要害怕 因为神在保护你 所以我觉得 呃 后面也是很美的诗品 讲到的 无论敌人面前摆设沿袭 用油膏头 福杯满意等等 都是一个很勉励的 觉得 鼓励你真的花时间 好好的把这个 诗篇二十三篇 把背起来 愿神祝福你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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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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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